我们之前讲了诸多conversecontext的API的使用方法 同时呢我们也尝试使用自己的逻辑建立了诸多绘图的子函数 那么在这里头呢我只是随便举一个例子 我们之前曾经有过一个jourstar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我们调用converse的context自己的方法呢 都是context.r然后呢进行一个调用 但是我们调用自己的方法呢 只能将这个context当做一个参数传入函数中 那么这就使得我们在绘图的过程中呢 绘图的方式不一致 有的是使用context.r的方式来进行绘图 有的呢则是使用我们自己制造的函数 那么不知道有没有同学会想这样一个问题 我们有没有可能将自己制造的这些绘图函数 比如说绘制一个五角星这样一个函数 加载到context中 使得我们以后再绘图的时候 调用context.jourstar这样一种形式呢 如果能做到的话 我们起步就能使用自己的方法 来扩充converse的绘图函数 这样岂不是更酷 那么在这一节中我就要告诉大家 其实是可以的 如果大家还有印象的话 这个页面是w3c所维护的converse2dcontext的标准页面 那么在这个标准的前面会有一段介绍 来介绍这个getcontext的这个函数 他会说这个函数的useragent是written一个newconverserenderingcontext2d 这样一个object之后大家可以看到整个context的相关API 也是封装在interfaceconverserenderingcontext2d这样一个接口里的 那么大家就可以猜到了 这个名称事实上就是converse调用.getcontext的获得的这个对象的原型 我们就是利用这一点来做到扩充context的方法的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具体的代码 大家看到屏幕上的这个代码 首先我全局的使用getelementbyid拿到了这个html中的converse这个变量 之后使用getcontext2d的方法得到了context的这个绘图的上下文环境 那么下面这一部分就是新的方法 我们使用converserenderingcontext2d.prototype.fillstar等于一个函数这样的方式 来给converse的的context的的fillstar这个名称复制 那么首先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使用了prototype这种方法 那么对js比较熟悉的同学都明白 这是调用这个对象的原型对这个原型进行修改 其次我们让它的点fillstar等于一个function 这是利用在js中 函数也当做一个对象来处理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个function后面我定义了它的参数列表 包括五个部分 分别是内源的小2 外源的大2 左标xy 以及旋转的角度rotation 最后大家要注意 在这个函数的内部 以前我们都是需要调用context的点一个方法 那么现在由于在这个函数里面 其实就是在context的里面 所以在这里只要写上this点就可以了 那么整个绘制的方法跟以前是完全一样的 经过这样的处理 我们就在converse.context的里面 新加入了一个方法 这个方法的名称叫fillstar 这个方法的参数列表是在这里定义的一个参数列表 那么下面呢我们尝试一下调用这个新的API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window.unload里 我已经做好了准备工作 包括对converse的长和宽进行了一个复制 包括对context的fillstar进行了一个复制 附上了一种蓝色 那么之后我们试一下 我们就可以调用context.fillstar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此时我的这个编译器已经认出了fillstar这个函数 我们只要按照顺序填写它的参数列表就可以了 那么在这里呢 我填写内缘半径是150 外缘半径呢是300 它所处的位置呢是400400 旋转角度呢我填写上0 那么大家可以看看此时这个函数运行的效果 怎么样一个蓝色的五角星就渲染出来了 那么渲染这样一个五角星的技巧 大家肯定早就已经很熟悉了 这一套的关键是我们所渲养的这个API加入到了context中 是调用扩充后的converse的API来得到的 是不是非常的酷 看完这个演示 大家当然也可以尝试着给converse的context加入一个strokestar这样一个函数 这样一来就像converse本身设计的fillreact和strokereact一样 我们就在其中加入了一套自己设计的绘制star相关的绘图函数 但是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意识到 其实像context中添加属于我们自己的绘图函数并不总是这么简单的 比如说我们思考一下line2这样一个函数 在绘制直线的时候他同时要参考move to这个函数中所移动到的那个点的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函数的调用并不完全的独立的依赖于自己 还要依赖于move to此时的状态 那么对于这样的API我们怎样设计属于自己的API呢 这段代码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 那么大家呢可以首先看一下具体的调用 大家可以看到在这个调用部分呢 我首先使用move to给移动到这个五角星的中心位置 之后我再调用这个fillstar的时候 不再传入xy这两个参数了 而只需要传入内缘半径外缘半径 以及旋转角度就可以了 而绘制的位置呢是由move to来决定的 我们来看一下这样的一个对converse绘图库的扩充是怎样实现的 其实思路非常简单 由于我们需要记住move to之后的坐标 那么所以呢我们在这个converse redirect context 2D的prototype里头呢 新声明了一个变量 我管它呢叫做last move to location 在这里都是一个简写lock 那么初始化呢它是一个空的对象 之后大家就可以看到 这个location中呢就有xy两个坐标值 除此之外由于我们要复写一下move to这个函数 那么在这里呢我首先把最初的这个converse redirect context 2D里头的move to函数呢 给记录了下来放在了original move to这样一个函数变量中 那么大家就可以看到在这一段代码中 我覆盖了本身的converse context中的move to这个函数 那么覆盖的方法呢是首先调用一遍原始的这个original move to这个函数 这一头要注意由于original move to是一个函数变量 所以我使用apply这个方法进行调用 那么在这里头穿用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呢是调用的对象 第二个参数呢是一个数组 数组里头放的呢是参数的列表 之后是重点就是将我之前设计的这个变量last move to location的xy分别复值 那么此时所复的值呢就是传入move to的xy这个值 那么大家就可以想象之后我在使用任意函数的时候 就可以调用我在这里头设计的last move to location中的x和y的值 那么现在大家可以看看此时的这个fuel star 大家可以看到首先在参数列表中我取消掉了xy 而在使用xy的位置呢 大家看到我用this.last move to location.x和this.last move to location.y来代替了 我就是使用这样的方法复写move to函数 在move to函数中对传入的xy进行记忆 在其他的函数中使用记住的这个x和y的值 怎么样有了这个思路 是不是觉得很多困难的事情都能做到了 而且现在大家有了一个新的技术 相信通过这些技巧结合之前学习的所有的绘制方法 大家就可以充分的扩展converse的绘图库 甚至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想办法制定一套属于自己的converse标准 当然了这里还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一下 由于这种覆盖原有的converse API的方法呢 其实是非常危险的 一旦你的覆盖有问题的话 那将会导致以前所有正确的调用都可能出现问题 所以在这里呢 我建议大家或者可以考虑给自己扩充的这个converse绘制库中的API 加上一个自己特有的前缀以和原始的这些API区分开 或者呢 干脆自己创造一个属于自己的context这样一个上下文绘图环境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据此开发出属于自己的一套图形库 甚至更进一步可以开发出更加高级的诸如游戏引擎动画引擎这样的东西 相信随着大家深入的学习这些都不是难事 大家加油